哈喽大家好,我是老王 今天来和大家聊一期为数不多的日系美式巡航车 亚马哈的星际探险 这是一台重量近半吨,排量高达1854cc的重型巡航车 乍一看像极了哈雷的大滑翔 其实它是2018年亚马哈针对北美市场推出的一款美式巡航车 因为是北美市场的特供车型 所以可能国内很多车友对它并不太熟悉 之前也不叫亚马哈,就叫星牌 是亚马哈北美地区的子品牌 2016年才加上了亚马哈 经济探险的前身是皇家探险 研制初衷就是想在美式巡航领域分一杯羹 上世纪80年代,大型豪华旅行摩托车开始兴起 很多车企都试图抢占市场 彼时的本田经义GL1100已经发展到第二代 于是亚马哈在1983年推出了首款巡航车,皇家探险 这款车搭载了一台水冷70度V4发动机 排量达到1198cc 比精翼还多了113cc 不甘落后的本田于1984年又推出了升级版精翼 GL1200 搭载了一台排量更大,响应更好的1182cc水冷对次发动机 面对本田的新动作,亚马哈也没有闲着 在1986年推出了新一代皇家探险,将排量扩大了1298cc 在这台暴到V4发动机的价值下,在5000转时就可以爆发112牛米的最大扭矩 另外悬挂系统也再次升级,用上了防腐充的电控空气悬挂 轴距加长至1610毫米 在配以沙发般的座椅,第二代皇家探险上市以后非常受欢迎 一直持续到1993年才停产 直到1996年开始,亚马哈旗下的新牌系列巡航诞生 其中搭载V4发动机的皇家世新是主打车型 目标直指北美市场,与当时本田的影子,领目的入侵者,看齐的火神 还有美国本土老大哈雷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1999年为了争夺豪华旅行车市场,亚马哈推出了新一代皇家之星探险 在动力方面搭载的人式V4发动机,但排量扩大到了1340cc 由于精心布局,无论从左看还是从右看,这台V4都像是V2发动机 只有当拉高专速时,才能暴露V4发动机的真实身份 也就是从这一代开始,亚马哈抛弃了早期的运动修理风格 转而采用经典的巡航造型 这一代皇家之星探险一直生产到2009年 直到2018年,亚马哈历经五年打造新一代旗舰巡航,星际探险问世 它放弃了之前一直使用的V4发动机 亚马哈为它重新打造出了一台动力更强 电控更丰富的1854cc 48度V型双缸发动机 在2250转时,就能爆发170牛米的最大扭矩 尽管势重高达437公斤 但有了这颗蛮牛般的心脏,驱动它是小菜一碟 将V4换成V2发动机后 亚马哈让自己的美式巡航血统更纯粹了一些 如今在放眼美式巡航车圈 昔日美国本土哈雷、印第安与胜利的三国演绎 随着胜利的退市如今只剩下两强象征 日系四街中的川崎与陵木 旗下的火城与陵营大道 一个已停产多年 另一个小众到连陵木自己都难得理会 本田旗下的大精翼GL1800 虽然还在延续豪华旅行车的血脉 但改款瘦身后的精翼 更多的是倾向运动修旅的风格 已经脱离了美式巡航车的路线 个人觉得只有第五代精翼 也就是2001至2017年产的这一款 最有美式巡航车的味道 现如今日系四街中 也只剩下亚马哈的星际探险 还在撑着美式巡航车这杆大旗 至于能撑多久还是未知数 好了今天这期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